为了刺激政内消费 吉吉任公所特别举办吉吉购物节的活动 并与在地许多商家合作 只要消费满一百就可以获得一枚戳张 集满两枚戳张则可以换抽奖券 并有机会抽出电动机车以及手机等等大奖 也欢迎民众踊跃来吉吉消费抽大奖 那这次呢的参加商家有个特点就是说 各行各业都有 然后那也希望说吉吉本身就是一个观光小镇 然后在一后呢 大家这个报复性出游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在年末的时候 来欢迎大家来吉吉消费 希望能够带起新的一波 吉吉的消费热潮 也让大家能够在吉吉玩得更开心 更愉快 抽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买一百块就可以得到一个张 然后你要集两个不同的店家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张抽奖券 然后抽奖券呢 就可以摸我们的大奖是 高高柔的电动机车 然后还有iPhone 还有电动扫地机器人这样子 地方业者也表示 相当感谢公所的用心 地方期盼经济复苏已经很久了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带动地方的新商机 对因为我们吉吉商圈 因为我们是观光的一个小镇 那其实我们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是冲击蛮大的 那我们许多店家也是在这个层级多时 那透过这次我们公所 跟我们吉吉商圈合作的这个吉吉购物节 那希望说一定是可以透过我们这次这个购物节 可以提升我们吉吉店家的所有的营业额 这个也是我们吉吉店家一直在所期待期望的 那透过这次参加的一百多家的一个店家 非常欢迎我们来自全台湾全部的游客 来到我们吉吉这边做这个消费 新议员小智权指出 在后疫情时代 振兴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相当肯定公所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来吉吉旅游消费 说是一线著名的观光景点 我们吉吉小镇 最近在我们公部门的鼓吹之下 有来办理一个购物节的一个活动 希望透过民众前来吉吉正消费 能够刺激地方的经济 如果有多次的告一些奖品 莫彩的奖品也相当丰富 只要购物超过两次 就有一次莫彩的机会 欢迎民众有到吉吉来 记得要来多多消费 公水表示每周将抽出大奖 连续四周的时间 消费越多机会就越大 记者邱平易及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讨厌